那么当年唐先祖李变登基的时候 韩羲仔已经在他身边了 前面说了 李变并没有扩充南唐领地的志向 他把韩羲仔安排为秘书郎 照顾太子李景 说今天重用你 希望你能自觉地端正行为 辅佐好我的孩子 照理说您要等上若干年 也许会有一个机会 不过韩羲仔对这个不太满意 于是就每天在东宫 跟太子谈天说地论文作诗 日子过得倒也安逸 太子李景在交流当中 对韩羲仔的才学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再说了李景确实有拓展疆土的欲望 没几年时间李景继位 韩羲仔以六品官赐匪服 就是红色的五品官服 那么后来又升为中书舍人 知志高 替皇帝写诏令 他办的几件事 李景也挺满意 不过韩羲仔这个人 是财傲乌 不会处理人际关系 大家一反对也给他贬了一下 后主李玉继位以后 把韩羲仔作为中书侍郎 还想进一步任用他为宰相 玉常以羲仔尽忠 能直言玉用为相 而羲仔后房机械数十人 多出外设私室宾客 玉以此难职 所以就派了画师 去进行现场观察 李玉写过 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这韩羲仔到底能不能用 那也是一愁啊 那么严格地说 这时候从外部环境来看 不要说扩大疆域 能保住现有的小地盘都很难 于是呢 韩羲仔的生活态度 也发生了变化 续养季月 广招宾客 艳影歌舞 以至于呢 搞得有时候自己啊 手头都没钱了 那么到这个时候呢 他就换上破衣服 这个装成盲乞丐的样子 让门生舒雅 手里拿着雅板 敲敲打打 去向他供养的这些月计乞讨 这个讨回来的钱也不够啊 于是干脆就在朝廷上 直接向李玉要钱 说我没钱花了 李玉也只好给 所以呢 韩羲仔 是个有才情 但不务实的人物 错过了施展报复的时机 仅能自保 难有作为